你好欢迎收看4月5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华联强症后第三天严重倾斜的天王新大楼 县府今天启动拆除 而华联县长徐真伟表示 将配合检调的要求 并且希望能够在两周内全部拆除完毕 0403大地震酿成一死的天王新大楼 为了避免灾情扩大危机公安 华联县政府启动拆除 并且在5号的上午举行拆除动工祭拜 府卫王林也祈求众神保佑工程平安顺利 我想要拆除房屋是一个很难的抉择 因为有一些是私人的房子 有一些是集合式的住宅 这些都有所有权人 都必须经过所有权人的同意 并不是花莲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能够要求的 但是如果危及公共安全 损及全部人的安全 这个就是一定要去处理 粉红色大钢牙在大陆外墙又财又夹 大片玻璃窗瞬间破裂 由于倾斜严重民众的家当也跟着一起掉了下来 为了维护拆除作业的安全 施工单位先以两支H形钢支撑建筑主体 再从顶楼水塔逐层拆 华林县长许正伟表示 希望能在两周内全部掐除完毕 天王心的部分的拆除 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站置的地方 站置在这个一个地方 到时候整个拆除完成的时候 再让乡亲或许可以再到县地去寻找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会装设24小时的监视器 也有保全人员会在那里守护 过程当中只要碰上住户家当物品 县政府表示将会先行暂停作业 并将住户财产收起来 交到警察局供民众住户认领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